OK, 网友们, 亲日们, 早! 小松现在在帐篷里边啊,昨天就在这儿睡着觉啊 看看这个小松的帐篷,看看 这东西,好家伙, 满满的东西全都在里边啊 现在是早上六点多啊,咱们打开帐篷啊 看一看外边的景色怎么样 睡得真不错啊,没有人打扰 特别静,静静的湖水, 而且这边特别凉快啊 看看,怎么样 晚上还有点凉 哎呦,漂亮 哇,你看有露水啊,有露水 先把它拉好 哇,水在这儿啊 这个不是海边啊,这是湖边啊 咱们看看,湖边的美景 晚上那个风特别大呼呼的 也跟,跟海边的感觉差不多似的 看看 东升西落啊 昨天太阳是在这边 西洋西,是在这个方向 那太阳升起来 应该是在这边 这方向 哦,在这儿 哦,这是太阳升起来了 这么早就有着小孩在这游泳了 我的天 多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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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 二十五 你呢 哇,小孩儿 尖。你呢 叮个体组 叮个体组 尖。你,水 这水还不不是很冷啊 那边有船可以坐船快艇在这边兜兜 等一下看能不能坐快艇在这里边 中间就是这个岛啊 这个昨天晚上啊风特别大特别冷啊哎呦马上把我冻醒了 赶快把那睡袋打开 哎呦真不错啊新的体验啊 湖边露营啊 刚才问这个晚上问这个这边大姐她说七点左右啊这边有人就说去湖里边打鱼 哈记 哎 哎 今天空气啊 对 怎么进去啊 哦呀呀呀 ok 哦我以为它 好它从这边进去 哦这儿 从这儿进啊 一二三四 这不是一个景点的桥 这是一个通电的还是通水的 水管这个 我问了一下当地 当地人说这能不能钓鱼 他说这个边上不好钓 好多水草 你看 好多水草啊 没法没法钓 所以一般都是下网 在海中间 海中 湖中间下网 这个太阳升起来 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啊 跟这个太阳落山的时候 这种景象又不一样啊 你看它这个阳光从这边出来 然后照在这个附近 你看这所有的云 所以它 很漂亮啊 补水还是挺清的 里边有水草 问那个大姐说 这里边这个鱼啊 有罗飞鱼 有那种 泥辣 好像有点类似于罗飞 但是红的啊 他说 如果在别地吃的鱼呢 鱼是买的鱼呢 它都会腥 这里的鱼啊 是甜的 就说明这个 野生的鱼啊 它是这个口感 还是不一样啊 哇太阳出来了 这边是山 这边也是岛 里边是一个岛啊 特别大的岛 好 我记得查的查的是托帕湖 是这个峡谷深湖 还是叫什么湖 就是它里边很深啊 别看静静的哈 这湖水 看中间这个地方很深 还挺长的 这个这个 这桥啊 很长的 你看前面人下网了啊 等这个 鱼捞上来看什么鱼啊 昨天啊还真的很好 没下雨 看着乌云啊 都已经好像感觉下雨 结果没下啊 因为如果下雨的话 这个露营啊 最难受了 对吧 这应该抽水吧 有声音 水的声音吗 哇 漂亮啊 现在这云 被这个太阳照的 一层一层的了 挺棒 水泵 哇这里边就有鱼啊 你看 哇 挺像这红红的鱼 那里边有 可能不知道看不看的电啊 很深啊 我真的是水草啊 这里边好多水草 好 好了 欣赏片刻美景啊 还得要继续赶路呢 呵呵 多棒啊 难得啊 这个就是 骑行带来的快乐 啊 虽然路上辛苦 但是 看到美景就忘掉了 劳累了 有的时候也是孤单 但有有这个美景相伴 一点也不觉得孤单了 好了 回去咱们 七杯咖啡啊 呵 享受片刻 继续出发 啊 拖帕湖啊 啊 啊 一碗 我 我 能看得到 呢 没有 没 没有 我